塔利班从今年8月开始执政阿富汗之后 不断传出了炮火声 南部城市坎大哈一座什叶派的清真寺 星期五发生自杀炸弹袭击 至少47个人死亡70人受伤 塔利班的死对头伊斯兰国已经承认犯罪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三分支 连续两个星期五都盯上阿富汗境内的什叶派清真寺 15号的周五距离 至少三名自杀炸弹客在坎大哈一座清真寺不同区域引爆炸弹 造成了严重死伤 当地医院人满为患不堪重负 事发地点是坎大哈什叶派社区最大的清真寺 也是塔利班大本营城市第一次发生爆炸事件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当时超过300人参与祈祷活动 爆炸后死难者的血迹喷溅在清真寺墙上 当地居民忍住泪水 到场协助救援工作 伊斯兰国呼罗山随后承认派人开枪打死清真寺的守卫 并闯入引爆炸弹 这个组织刚在10月8号 在阿富汗东北部城市昆都市 对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动炸弹袭击 造成数十人死亡 连续两起爆炸袭击 让当地什叶派信徒人心惶惶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已经下令警队追捕幕后黑手 并准备采用伊斯兰法律来惩罚凶手 另一方面 美国国防部承认 在撤军阿富汗期间的一起无人机攻击中误杀平民 并愿意补偿10名死难者家属 但是没有透露赔偿数额 除了抚恤金 如果死者家属有意搬迁到美国 国务院也提供援助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